全神中最能跑的全能美食队 到一个地方就给我们送原石 在甘田村左三角这里 找到这三个人 并且对话接取任务 全能美食队 然后拿到这个雷种子进到屏站里面 或许特殊的飞鹰绣球 回去和旭东对话 获得20元石 在9条正屋上面这里 找到他们对话 去抓一只螃蟹 回来和旭东对话 获得20元石 在蛇神之手上面这里 从洞口跳下来 又能看到这三人 对话完后去找水草 回来对话获得20元石 接着来稻妻凯瑟琳旁边找到他们 对话去到正手之声这里 收集完四个食材和他们对话 就能完成任务啦 然后来到名城大社找到神音术 获得20元石 接下来的任务堪称是森林苏的小兄弟啊 但是每个小任务都能拿到15元石 做完上面的任务后 我们把每日委托设置在稻妻 第二天很大概率会刷到任务 也就是第一个隐藏后续 全能美食队突破性思维 在稻妻凯瑟琳附近就会看到旭东 和他对话 叫我们去万民坛找某师傅对话 记住这里一定一定要选择第二个选项 某师傅会叫我们交给他两个食材 但是这里千万不要给 我们直接来到清澈庄某点附近 找到香菱对话 再回去找旭东 就能解锁成就 皮卡 为什么又是皮卡 第二个隐藏后续 我们调整游戏时间到次日 就能看到这里多出一个NPC 和他对话揭取任务 吃饱的重要性 跟着任务提示做完 就可以获得成就 饮食武士 第三个隐藏后续 等待每日委托上面出现 全能美食队 美食小问答的委托任务 来到凯瑟琳旁边找到NPC对话 按照上面的提示 回答三个问题 一定要看什么菜品 对应什么食材 全部回答正确 可以获得成就 饮食问题 第四个隐藏后续 等待每日委托上面出现 全能美食队 除到的吉异 根据任务提示和这个武士对话 需要我们去清理魔物 选项分别是 我去右边 刷到两次这个任务 并且两个选项各选择一次 才能获得成就 五示范 第五个隐藏后续 等待每日委托上面出现 全能美食队 空任对决 根据任务提示和续动对话 需要我们刷到两次这个委托 并且分别选择这两个选项 完成两次任务后 就能获得成就 双人参行 接下来就是要去须弥 碰到他们了 这绝对是万恶之源